生肖猪,生肖猪的朋友很会享福同时也十分能吃苦,性格正直豁达,他们属向五行属水,特别是五十九,八十三年和九十五年生的属猪人到了叛命努力的下半年,五行金汇聚形成金生水之局,喜鹊窗前叫不停,家财大增,假如顺利抓住时机,家人平平安安无灾无难。 另外对于有些生肖猪的人而言,未来几个月会经手部分重要的专案,同时我们给的建议是,要少吃辛辣刺激的东西,对身体不好,相信心情的耕耘是收获之本,经过这些努力,往后好运接连不断。 生肖龙,生肖龙的人他们生来属向五行土相辅,其中六十四年生的属龙人,甲臣龙年,那因为佛灯火,称为火龙,进入下半年开始开门红贵人运很不错,亦得九十一年土阳协助,构建为木生辰火之局,届时被好运盯上,贵人如雨。 生肖龙的朋友晚上早点睡觉,熬夜对身体影响大,同时未来几个月出资理财方面很顺利,而且还有意外收获,相信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,经过一番努力,往后日子顺心如意。 生肖龙,生肖龙的他们属向五行属金,其中六十八,八十,九十二年生的生肖龙的人进入下半年阴阳护根,五行土会聚构成土生金之举,七月份开始霉运全散开,正在一路发发发,有望告别早前一月让人烦心事较多,事业运平平,身边小人多的状况。 另外对于一部分生肖龙的人而言,事业中当下虽挫折不断,通过完善自身不断去学习,随助能力提升,今后定能轻松出人头地。 生肖虎,生肖虎的朋友对自己认定的是太倔强,虽脾气暴躁,但人起来也十分能忍,同时人员出众,出门在外朋友很多,下半年开始出纳官得五曲吉星庇佑,届时时来运转,横财滚滚,如果将机会抓住,定能受人静慕。 同时生肖的虎之人不要总觉得与父母无法沟通,因为你根本就不想沟通,未来将会富贵的不得了,龙凤成祥。 生肖牛,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生肖牛的人因为运势总是处于欠家状态,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心,更不要说赚大钱了,甚至日常的生活都过得很拮据。 不过下半年开始接下来的时间里生肖牛的人会迎来大运临头,财运节节攀升,从而能够顺利地发大财,过上富贵的日子。 生肖猪,属猪的人2022年运势最好,采听官德月德,红鸾吉星照耀,桃花不断,倘若想寻的另一半,应当多展示自身优点去吸引对方,清楚自身的实力加以展示,趁着桃花降临有望爱情大丰收。 另一方面对于一部分属猪的人而来,事业虽多有挫折,但是通过多培养情商和能力,逢流年吉星进驻财博,不出几年定能轻松出人头地。 生肖羊,属羊的人为人比较本分老实,做事刻苦认真,生肖羊后继勃发,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和技能。 进入2022年随著的解义马国印三大吉星的到来,你们的运势也会逐渐转好,事业上迎来新的转机,政财偏财接连不断,有望升职加薪,转运发大财。 生肖兔,属兔的人个性强大,做事比较理性,并且性格有点内向含蓄。 未来一个月他们会遇到财神的欣赏与青睐,赐给他们很多发家致富的机会,并且会有贵人来指导他们如何实现发财的心愿。 2022年里生肖兔一定会发达,一定会报复,富贵多金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,蜀象牛,蜀牛人已经沉默了很长时间了,再不出来估计就要发霉了,10月22号起蜀牛人有五行相合之事,各种运势都好到不行,人生上上千,红运当头,机会无处不在,八方来财,四通八达,富贵随手可得。 蜀象龙,蜀龙的朋友10月22号开始中有一次运势大涨的机会,如果能够很好的把握住,将来事业会越来越顺利。 开始运走土旺之乡,是蜀龙人的比肩兴,比肩在命理上是帮身助力的兄弟,借助运势的给力,再加上自身的努力,事业上将迎来极大的发展。 蜀龙人工作努力,勤与打拼开拓,月底事业上大有长进,会再上新台阶,财运持续红火不断。 蜀象蛇,蜀蛇的人,性格圆滑,聪明伶俐,心思缜密,智商过人,而且具备商业头脑,适合在商场当中发展。 10月22号起,蜀蛇人有贵人登门,好运不断,工作上容易获得领导的青睐,升职加薪,不是正财连连,就是横财大发,生活会越来越富足。 蜀象猴,生肖猴之前的两年礼命宫当中总是会有凶星作乱,从而导致运势越来越低,不仅赚钱越来越难,还经常会遇到各种的麻烦事。 而在10月22号起,生肖猴会迎来极星高照,运势一涨再涨,让人羡慕得不得了,而且财运也会大旺,财气十足,财富不断。 如果有您或您的家人,祝鱼生幸福,被人所爱,让我们一起点赞,转发祈福吧,生肖牛,属牛人进入10月8号后,运势转望,喜事多见,后很短时间内就赚得丰厚家产,有望告别较长一段时间经历较多磨难,烦心是多,横财运平平的情况。 此外对于部分生肖牛之人而言,虽然目前工作上多有挫折,但是通过改变与坚持伴随住机遇,努力伴随住疾运,10月8号后能轻松升值加薪或有丰厚收入。 生肖龙,生肖龙10月8号后,易龙行动,能言善变,不怕困难,勇往直前。 再加上正财大运灵官,自身的能力出众,有很多发横财的机会,吉人天象。 同时命工得吉星庇佑,事业上顺风顺水。 如果从事投资行业会收获更多,有望赚足百万存款。 生肖猴,属猴的朋友,10月8号后,财运大有好转,财运亨通,正财收入将会大有增长,而且不时还会有不少额外收入,正是开源节流的好时机,财源滚滚,日子将会越过越顺,财运亨通,能大赚一笔,收入翻倍,在这一年做什么都将带来好运,日子过得春风得意。 有一句话说得好,人逢喜事精神爽,这真的是一句非常正确的话。 当好运来临,一切都顺心如意。 那么,明年虎年哪些生肖运势最好呢? 一起看看吧! 属马人明年有三合贵人带来财源,注定成为令人羡慕的有福之人。 得正观贵心照耀,事业也非常顺利,将有很大的进步,升职加薪不成问题。 生活称心如意,如鱼得水,有助一帆风顺的趋势。 属狗人明年为三合太岁年,容易得到合作机会,是发展事业的大好时机, 会有许多贵人相助,工作上能够大展身手。 财运方面惊喜连连飞财,特别有利于从事偏门行业的属狗人, 会有许多令人高兴的事情发生,福气大大的。 属鸡人明年正财运很好,赚钱不费劲,财富上积累更多。 上班族工资有望提高收入,经营者从此大翻身,经营有方成为行业看模。 月德是吉祥之星,让属鸡人福禄授其权,生活美满如意, 夫生计划